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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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好 今天 我点了 一只小鱼 味道是白糖 希望能 更好地 幫助你入睡 好了 先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开始吧 第二章 早点起床 能够活出更美好的生活 第一节 早起时间 先做好人生规划 将一天的时间安排啊 好像有一点点 这个 火苗的声音 确定好 确定好有限顺序 这样的习惯 对一个人来说非常重要 这 这决定着时间的 影响着个人的决策 人生的决策 往往是连续的 如果总是匆匆忙忙的 如果 如果 做事匆匆忙忙的话 那么 就很难对未来做出规划 因此 等我们再回首时 就可能熬悔不已 早上 指定好计划 对自己来说是谋求播种 并推荐完成的过程 因此 不可偏废 可以说 这也是 把握人生重要基于 思考人生 如何度过的 事情 明确的计划后 明确的计划后 没有照照执行 就能发现 自己哪里还存在不足 只要发现不足 也就知道了 如何弥补 此外 即使自己 有些问题 没法处理 也可以请教 其他专业人士 这样的做法 也算是计划的开始 指定工作计划的七个好处 将计划当成早上的固定习惯 有以下七个好处 一 形成决策习惯 行动高效 二 可以排除 站前顾后 畏惧不切的心理 三 可以预见自己的工作效果 四 不会一直为工作纠缠 五 可以完善自己工作的掌前问题集 六 感情有效加班和无效加班 七 可以每天集中精力 接下来 我们一一说明 一 形成决策习惯 行动高效 这是当前必须要做的吗 这是我应该完成的吗 忙碌的一天 即使心中有这种想法 也不敢落实到行动上 如果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的话 反而会导致更多的麻烦 于是乎只是脉头苦干 觉得思考也会浪费时间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过这样的体验 其实其中的原因在于你没有形成决策的习惯 比如那些在会有件事犹豫不决的人 往往不知道如何回复才能得到对方的满意回答 那些嘴里念叨着想工作准备时间的人 却一直没下定决心调整工作内容 工作有计划才能养成好的决策习惯 换句话说 决策习惯就是明确自己的价值观和兴趣好户 是自己形成瞬间决断的能力 每一天把握好有意义的事 然后意义落实 那么这一天就会有收获 重视感就悠然而受 我们不妨先从小时做起 逐渐提高自己的快速决断能力 即使会出现一些问题 也不会影响你的决断能力 如此日积月累 决断能力的精准度也会随之提升 做事时所花的时间也会大大缩短 二可以排出战前骨后 畏惧不见的心理 如果早上一小时集中精力做好计划 那么每天也不会有时间去关注那些蜂拥而来的信息 有效排杂后执行计划时 当然能做到更好更优 所谓战前骨后 就是最终确认对方提供的资料物 但为了慎重其前 再把途中紧过率一遍 但是在遇到紧急一些重要的事情时 岂能这样办 这分明就是早上根本没有安排那些事是重点 那些事应该优先处理 有时候我们往往会对别人送来的 还没有完成的资料 不知该如何处理 即使是那些不需要思考就可以动手的工作 要想调整工作办法 也应做好相应的计划 例如日本邮件的抄送功能 经常出现深重选项 就是说这件事如果要让这些人知道 即选择抄送 那么邮件的接受者 就会是一大群人 如果没有收到抄送的邮件 那么就不会发生连带责任 如果发现人有什么疑问或不满 直接查一下邮件记录就可以解决 无论是自己还是对方 都可以通过排除战前过后的疑虑 来消除时间效好 许好 只要觉得合适 不妨大胆去做 在早上一小时的计划内 需要考虑各种事情 3.可以预见自己的工作效果 加班时间的缩短 生产效率的提高 和远程工作的推进等 一系列改革工作方式的话题 批评成为热点新闻 也就是说 如何提高生产效率 减少加班时间 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 在我看来 提高生产效率的关键 是明确美项工作的必然性 与共有规律 自己一个人爆烂一对工作 那么就会偏离理想设计 美项工作也不会那么如意 如果安排的凌乱 加班就可能成为常态 甚至影响到自己的性格 如果不和相关人员 今天具体比较 那咱们预估自己能力比较好 或者能否发现 做事执着较珍重的可取之处 总体上就会模糊不尽 无论是发送邮件 还是准备资料 每个人的习惯做法都不一样 但是工作效率高 正确性强的人 他们一般都会将理所 当然的事情日常化 并为此创造一个 可以共享的环境 如此依赖积极的效率 显然会继续提升 即使被混家的工作所烦恼 但只要让收头的工作 去替换可释化 也完全可以和那些高手比肩 通过对比 也会发现自己那些地方 还应该去除杂乱 此外 你还可以向前辈 或是评告的人请教 去提问他们有什么好的建议 或者他们是怎么处理工作的 通过请教 也会受到良好的启发 这样就会提高自己工作的正确性 和预见性 四 不会一直为工作纠缠 有一次 我面向后部管理从做报告 有位参会者就向我抱怨 我的领导经常一拍脑袋 就立马给我拍工作 我本来还想感谢他 但是现在已经迎接不下 而且旧的工作没完成 新的任务又来了 能说出这样的烦恼 一般都是那种老员工 或者工作效率高 有责任性且有想法 同时迫着周围人信任的等候之人 我们经常听说 工作要照忙人 一般来说 越是优秀的人 你越放心 交给他们繁重的任务 他们开始也能应付自如 但是往往又有工作分担过来 如此周而复视 显日的那种感情 就会适得其反 甚至会变成心理负担 这里的问题就是 越是能干的人 在工作过程中 越是会遇到更多的新问题 结果工作就像滚雪球一样 堆积而来 不管什么时候 都会纠缠在工作中 无法自拔 这是即使能够接受 超过自己能力以上的任务 同时遍遍遭受 爱情企业的压榨 也要将工作进行细化 也就是说 将所有工作都进行分解 然后认真思考 敏感与提出 那些部分可以做 那些部分 去救助他人 这样一来 你的工作 就没有那么辛苦了 五 可以完善自己工作的 常见问题集 也许 别人偶尔也会有问题 但为什么 总是你这一趟 那一趟的问题不断 一旦你忙得不可开交 就可能会想到 为什么从来问我 这些明明自己上文一差 就能解决的 但是要知道 这些问题也有可能 是谁都想知道 可就是没人回答得了 所以才向你讨教 也就是说 这些问题当中 其实隐藏着你很多潜在的价值 工作计划可以让自己的目标 更加明确 自己不放就所从从事的工作 整理出一个常见问题集 如果你想一想 那些令你不生气烦的老问题 其实是只有你才能够解决 那么你的工作 几乎会多一些快乐 通过早上一小时 来制作工作表 就是将自己无意识中的一些事情 转化成书面语言 如果能这样 就可以实现一下几点 弄清楚自己应该掌握那些技能 将问题转化成书面语言 便与其他人理解 以大家都能接受的行识 是只事先标准化 体系化 如果能形成体系化 其他人就可以一壶华漂了 这样服务他人 自己也会收获一份喜悦 此外 以传输的观点 来看待事物 与人交流的方式 也会随之改变 自己在日常工作中 也会发现快乐的圆圈 分析有效加班和无效加班 做好工作计划 做好工作计划之后 就明确了那些能做 那些做不了 因此就会有合适的预判 比如说加班 就分为不复得已的加班 和通过招校门 能有效尖少的加班 两种 有了工作计划 在反过自己要做的事 就会发现 那些工作是可以通过 招校门 能有效尖少的加班 这样也就能做到 划饭为坚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你的客户或上司 要求你做一个计划硕士 你完全没有把握 但是不得不接受 也不能去质问 果不其然 最好在工作中出现了不确定 不明白的问题 而你需要一直确认的人 却因为坏处或开会 一直违规 结果竟确认工作 就花去了你三个小时 类似之中在接受任务时 对不明白之处的确认 就属于能有效尖少的加班 如果提前切切实实的 做好了工作计划 那么你就应该提前明确 自己要做的喜欢书 包括指示内容的确认 制作 成果合适的内容 这样就会改善不必要的加班 除了自己的加班事项 也可以观察一下上司的加班理由 如果能从中知道 如果是我 我该怎么做 那么那种默默葬葬 不不得已的加班 就会消失的无影无踪 7.可以每天集中精神 如果习惯了早上一小时工作计划法 那么早上就是你的缝制管理时间 缝制管理就好比是运动员为了在正式比赛时发挥出最佳状态 从而始终保持笔上的信念一样 2015年 我和橄榄球选手 身体渐轻 转动身体来放松自己 空轮球方之后 按照倒手的倒手动作 再次空轮 周围之后 用脚踩石灯前场地 准备就绪 拜好驾驶之后 用眼睛 骚眼球棒 早上一小时就是这样 可以让自己有意识地进入一种遵守规则的意识感 反复艰辛之中能让自己高效工作的方法 并将其作为早上的固定习惯 就会给自己带来积极的暗示 一旦习惯成自然 就会有更好的执行力 心理学家米哈里齐克森米哈顿米哈莱将不受周围干扰 而一闷心思集中精力的状态成为心流状态 如果我们能用早上一小时把工作分工做成心流状态 那么今天的工作 今天昨晚的自信心就会暴涨 此外 当用早上一小时做好计划表示 一切工作内容就相当于自动生成 因此即使遇到着急的事 或突如其来的麻烦 也能立即返回整体